去年北京开办的孔子和平奖 许多大陆民众还没有耳闻 今年9月中旬 主办单位又出炉了 8位第二届孔子和平奖入围者名单 各国媒体不但纷纷报道 还争相猜测获奖者是否出席领奖 不过这项活动却被中共当局 以严重违规的理由 29号下令停办 一起去了解看看 孔子和平奖主办单位 是以文化部名义高调续办第二届的奖项的 但主办单位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 目前已遭到解散 据了解 这个单位名义上虽然是民间团体 却受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的管辖 协会向主办单位发信 只说部门擅自主办第二届评选 事先没有上报 并擅自更改名称 严重违反文化部社团管理规定 因此决定停办孔子和平奖撤销这个部门 现在中国大陆很多这种所谓的奖项 有的是为了赚钱 有的是为了骗钱 各部门都用这个来提高自己的生育 或者是骗点钱 所以对这个东西我真的也摸不得讨到 如果是政府的 那政府太猥琐了 谁出的这个主意 谁也太太太弱智了 去年12月8号 第一届孔子和平奖 抢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前一天 公布获奖名单 获奖人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不但没有出席颁奖仪式 他的办公室人员还表示 他们知道孔子是谁 但是不知道孔子和平奖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怎么去领奖 我们认为连战先生 以他的学养和他的政治智慧 他不会拒绝和平 他更不会拒绝这个奖项 不过主办单位却安排了一位小女孩带领 而今年入围的8人 有三张是去年入围的老面孔 今年新入围的还包括俄罗斯总理普京 台湾亲民主席宋楚瑜 而普京的入围令西方媒体再次质疑 孔子和平奖的标准何在 组织者去年说 孔子和平奖代表了中国对和平及人权的看法 但有网友认为 第一届就让人觉得丢脸 这次换报普京大腿抱不成了 香港东方日报30号报道 舆论普遍认为 这个所谓的孔子和平奖 实际上是当局一手策划的政治闹剧 在今年与挪威关系复苏 近期逐渐恢复经贸合作的形势下 为免双方尴尬而再次仓促叫停 挪威去年将诺贝尔和平奖 颁给了中国在求意见人士 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 就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夕 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 匆匆推出孔子和平奖 被大陆网民当作国际笑话 伯克·库斯克认为 泱泱大国心灵脆弱的像个小学生 一次又一次丢人现眼 这种政权也是国耻 新台人记者李韵 周平 孙宁采访报道